跟您請教一下因為薛樂園他還原當時北市府跟衛福部針對自購疫苗的一個溝通 他說您當時後來的摩財害命的說法 他認為是反覆無常跟顛倒黑反應怎麼看 因為他說當時您已經跟您溝通過 您也很同意了 我從來沒有跟薛樂園溝通過 他現在是陳時中的競選總幹事嗎 好 副市長是這樣我想請您幫我簡單的講一下 你那個未來宅以租轉購的概念好不好 這是第一題 然後第二題是因為最近靖州刊有提報說 在木柵社宅那邊有這個結構體出現非常嚴重的損壞 但是住戶就是控訴市政府沒有處理 所以特別是在充社宅的量的同時 在品質的控管上面你們現在有什麼解決知道嗎 好的 我也正想跟大家說明一下未來宅的部分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構想 當然也是因為解決台北很多的年輕人跟我反應是 大家住了社宅六年後就拜拜 永遠就是拜拜 變成台北的過客 我一直在思考怎麼讓像我也是 我十幾十五歲到台北來念書 我就是住在品樓加蓋 我這樣努力我可能就有機會在台北生 因為我在這邊 但是我不想當一直當過客 所以怎麼樣讓這些年輕的朋友 願意在台北市投入他的一生 在這裡工作 在這裡生活 所以未來才的概念是我們剛剛講 我們不是很多EOD嗎 EOD他可能20年內要改建將近200多所學校的70%左右到100多所 EOD的情況我們拿來除了改建學校之外 然後有一些可能優先做校稅 另外的做社府 多的要做 我講的叫做可能是社宅 可能是我把它定位成一個中記宅 中記宅就是讓旁邊的旁邊要督分的民眾 他們可能有個中記宅提高他督分的意願 那裡面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我們可能把它當成未來可能未來宅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未來房子20年後我不會想像 旁邊都督分了 住宅單元也增加了 我這個中記宅其實的需求也是減少的 那我這個中記要做些什麼 我們就希望說讓他保留一定的比例 讓年輕的人到台北市 在一定比例的情況下不會太多 但是他有一個機會 就像現在的親創戶一樣 他進到這個社宅 他對這個社區有貢獻 他做一些類似NPO的事情 讓他可以優先的續租 續租當然要經過公平的評選 公平的審查 他有一個到時候的機制 再續續一次 再續續一次 他續續了三次 大概18年 這18年後 他是不是能夠取得一個 對他來說 他在這個城市 有可能取得一個地上權 地上權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他可以住到 是不是可以住到這個房子蔑視為止 這個房子沒有了 他就沒有了 但是至少他不用流離失所 他有機會在台北安居樂業 未來才能讓他能夠取得地上權 但是如果他將來 他不可以變成暴利 他不可以像以前國債抽到 就想說賺翻了 對跑到市場去 他只能回賣給政府 那如果要出售 但他有地上權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有一些資產 他可能去可以融資 他可能去接一點錢 他可以生活得更好 第二個他如果不行的時候 他將來賣給政府的時候 他有一筆安老的錢 也就是說他在台北市花了20年 然後在這裡為這個社區做了一些貢獻 我們希望給他有一個未來性 那這個未來性 我估計叫他未來宅 但是他不會只有從政府來幹的 我們希望這些未來宅將來民間 因為我們鼓勵民間蓋社宅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民間蓋社宅 我也是三年五年拜拜 那就不會有人願意在這個地方手投入 所以公私協力 這個未來宅的概念 不會去侵擾到現在社宅的比例 我們會把它focus 它就有點像現在廣瓷不愛願 我們蓋好的社宅 我們留一定的比例做什麼 坐旁邊都更的中紀宅 可是中紀宅等到到中紀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其實就需求可能就少 這些空的房子 這些房子就變為那些新創住宅裡面 優秀的年輕人 他將來可以用取得避傷權的方式 讓他在這個城市有了自己的資產 那都是18年到20年後的事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說 因為人口再減少 房子都跟居住單元再增加 這是一個 將來台北市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年輕人其實有些85%的自住 自有房子自有率 一個年輕人可能繼承到 阿公阿嬤家爸爸媽媽 兩個到三個房子 所以將來年後是年輕人減少 房子其實很多 沒有人住 所以我們還希望說將來可能的是 18年後人口結構跟整個都市都更新了 假設都更新了 其實這個城市可能會碰到 跟日本現在一樣的問題 就有房子 沒人住 所以怎麼樣讓年輕人有在台北 安身立民的機會 這是20年後會發生的事 那我們不能不現在就開始討論 我們現在看很多的社宅沒有問題 我覺得到五萬戶應該可以平以房價 但是目標繼續往前走的話 它其實會有一些房子是空缺下來 我們希望它將來可以保留給一些年輕人 在台北有個寄望 然後他會願意在這個城市做貢獻 所以未來財的概念 它一開始可能是一個中繼住宅 可能是旁邊的 我剛剛講的全民住宅 就是剛大家知道的行善公家 也希望能夠老人家過來住 然後他的房子拿出來包住財管 這些社宅我蓋好了 是讓各種不同的方式都可以進來住 包住財管是什麼意思 就是老人家他離開公寓 他沒有辦法 我替他到這裡來住 他的房子交給包住財管 這樣的在行善國宅已經在使用 雖然目前申請的不多 但是這也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包括現在青年一起用這樣的方式 讓長輩出來 所以我們蓋的這個中繼宅 它就有很多的功用 但是它將來有一天 18年後沒有那麼多人口的時候 我也要考慮它的出處 它的出處就是 至少讓這幾年在台北市的 這些親創戶 這些願意在台北市社宅裡面 提供各種不同的公共服務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寄光他有續租的機會 他將來甚至有取得資產的機會 但是這必須要中間有一個公平的機制 一定的比例 不影響現在的社宅的相關數量 我的約則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 品質 品質 建築品質 你有辦法控管這些東西 嗯 木柵公宅 其實公宅在設計 其實每個建築物它都有它的 新建上面都會有它的 可能會有一些瑕疵 所以就是要修父母 所以才有所謂的保固 那社宅的品質 木柵社宅我沒有去看過 那之前我去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 這個是 我去的是大龍國宅 但是它不是社宅 但是它大龍國宅也有這樣的狀況 就多少會有一些東西 那該修就要修 我想還是一樣 回到品質 品質的部分 當然是驗收的問題 然後工程品質的中間的監控問題 這個工程單位要負責任 那怎麼做 對社宅來說 目前為止 我覺得台北市的社宅品質 應該說大部分是大家的口碑應該是不錯的 那可能有少數有狀況 我覺得該改進就要改進 那我這邊想要再問一下這個未來宅這個問題 因為像社會住宅現在是輪流住現在人人有機會 可是如果像這種未來宅的話 看起來就是可能會 當一群人固定站在那個地方這樣子 那會不會在社宅這種公共住宅數量充足之前不適合推動 雖然說剛才有提到說比例不會太高 不過為什麼不要先推動社宅 讓社宅比例足夠之後再推未來宅呢 我剛剛講未來宅是18年後的事 但是你總要現在開始做規劃 所以也許它六年跟六年之間的那個審查機制要出來 那個審查機制當然要公開透明 對 蓄註的機制 就是你缺以蓄註的機制 因為我們現在不會去限制它的 我們一般的就是有一定的年限 但是你要蓄註 因為你已經是親創婦了 你要蓄註你還是有一個很嚴格的審查機制 一樣不會做一定的比例的限制 但是不會影響我們推動社宅刑檢的 這兩個應該是可以齊頭並行 那至於最後到時候有沒有這樣的 因為大家說18年後的事情誰知道 就像我剛剛講的 18年後的人口結構你也不知道 而且18年後的房子 各位 東京現在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狀況 以前年輕人全部離開東京 現在東京經過了一些變革以後 其實年輕人慢慢慢慢回到東京住 因為房子沒有人住 它一定會讓它的價格會下來 下來以後就會讓可能的年輕人進住 進住回到都會區 它是一個一定的過程 當大家房子都改建之後 他們往上發展 增加了居住單元 其實慢慢就會讓很多的年輕人回到城市裡面 所以將來的方式 我們至少現在可以開始做一些規劃 如果我們蓋了非常多的中繼宅 蓋了非常多的EOD的這些都根的中繼宅 然後其他的全民宅 他將來可能也會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機制在 保留這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至少要讓年輕人有一些寄望 我在台北有機會 有能力可以住在台北市 在台北大漢竄成員 在台北上的建築 在台北大漢竄成員 拍照